E.G.S 双方第一局 蓝色方佛山第二局GK 红色方TY 我是力娇 我是黄超 我们进入比赛 哎啊 这个又一次 不知道是谁主动画的线 然后另外一边追到了 逮到了 GK是想让马可波罗到对抗路去避开和戈亚的一个对线 然后他去打刘邦 但是TY这里的话很明显是已经想到了 然后让戈亚也是一上来直接去走了一个对抗路 这对线孟兰压力就很大 小萱因为solo赛赢过的原因 他心里也不会有什么压力 然后刚才开局上面张飞又是反掉了蓬蓬的一个蓝buff 而阿改进野区骚扰被打掉了一个闪现 这个开局GK就很亏了 是的 非常舒服 该控的都控到 河道之灵也拿到 马上要看一下 暂时还到不了4 那他要跟着摆收一起蹭魔线了 视野上也是已经被万机的张飞给看到了 双方的第一波碰撞现在就很关键 现在TY是拿到了一些局面上的优势 如果能够扩大了 他起码可以考虑压制GK打 第一波碰撞 TY有可能会在GK的蓝buff野区硬进 对 等到下一波 等到下一波蓬蓬的这个蓝刷新的时候 TY会选择打一波 正好这个戈亚是已经到达四级了 在打蓝的时候可以提供一个大招 他们如果打蓝buff野区的话 戈亚的大 神龙西的大 张飞的大 其实还蛮厉害的 可是看TY他这个布局是一个 一字排开 没想进 没想进的意思 是的 这么稳吗 心理上不能先示弱 该干得干 而且RGK趁着这个空档 再顺带把一个线给换回来了 让马可继续避开哥呀 是的 这波 我说句实话 有点保守了 TY打的 其实可以再适当的进攻性强一点 因为像蓝这个英雄 你去反buff的话 成本是 就是比较低的 很好反 你只要控好血线 一个大招推出来 加一个沉 就能反掉了 然后 队亚也能给个大招掩护 可能因为真的感觉 有点虚GK吧 就虚这个对手 然后还摆出这里 隔墙 闪现直接一顶 位置卡得很死 压你一波状态 不让你能很舒服的 过来清线 水摸一下下塔 然后 在上路带完线 又是传下来 配合着队友拿一条龙 哇 这个节奏 GK一下子顺起来了 就是TY被自己的心理蒙蔽了 他们场面上 其实是挺顺的 但他们在心理层面上示弱 他们觉得自己可能打不过 你知道吗 他一直在做防守 没有把握住优势吧 对 自信一点才行啊 他们真实的觉得自己 刚才好像是逆风 你知道吗 在防守 整体经济也没问题 但是一旦被GK把节奏拿回手里的话 TY就不好办了 因为TY的阵容 在打团方面还是比较被动的 先手能力太弱了 基本上就是得找到那种完美的反手机会 或者是把GK的人全部拉出来 拉在一个比较空的地方 然后戈亚给个大招 先手打直接简易一手 难度比较大 去留一下人 是的 卡住的位置 蓝板推两个 但是被弓门武藏咬住 小萱这边强行跟出闪现 刚过来先打了清风 但吃了一个雷 就会回头再打第二个 张飞一个吼啊 改也残血 瞬间两个人头到杖 弓门赶来一个大招 再留了一下沈梦西 但沈梦西二技能 被反控了 翻滚过去 哇 这波团 刘邦二连击破 加上小萱的哥亚一个人头 孟兰这里只能去戴博中线 看能不能再反个蓝 止个损了 应该可以 刚上路那一波是乐乐的蓝 提前在草里蹲着 然后和哥亚形成了一波两面夹击 下手真果断 对 东皇 把人推回了哥亚大招 东皇虽然说第一时间 一个大势咬住了蓝 但是 有一个刘邦保护啊 就只能说还好东皇咬得够快 加上这咬慢一点 瞬间两个人全倒 哇 这么打 GK有点不对啊 就他们唯一的喜讯就是 马可的发育不错 对 因为在打团层面上的话 如果是蓝去打这样一个先手的话 张飞和刘邦留两个反手 其实是不怕东皇的 对 他们的这种先手 其实不太好开的 像蓝这种机会很难找 对的 闪电匕首加速击之枪 三千七的经济 发育还挺快的 对 因为毕竟刚才还反了个buff 这把 孟兰能不能站出来 这把 照目前的形势来看的话 GK得靠孟兰了 其他几个点暂时不太好打 不会有什么声音 对 围绕孟兰直接进攻一波 下路二塔去牵扯一下TY的人 一路平推上去 TY不能接受再给一个 直接吼 那边吼两个 这个留不住吧 刘邦在包 但是他是没什么突进能力的 戈亚在上路啊 这不确定要打吗 我们回头一个大 把人收掉 其实这波应该是赶人为主 不应该真的开啊 就如果是赶人让戈亚拆塔 我觉得是OK的 有点太过于直接了 对 哦 这里清澈也有点难受 被周虑吹了一下 东皇直接一口咬住 如果把刘邦留了下来 那这波TY亏的蛮大的 还是太着急 其实就是有点着急 他太想留人了 但留人的那个方式 方式有点不对 你如果只是单方面的卡位置 去逼迫GK撤退 来保自己的二塔 然后给戈亚争取时间 推GK这个二塔的话 那只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就行了 但是当时清澈的那个举动啊 还有他其他队友想做的那个事情 而且就是一副我要把你赶尽杀绝 就是关键是清澈跟万机两个人 就是你要保持一个就是说 你能看到我 但是你打不到我的距离 就是去逼着GK不能那么轻松的撤走 或者回家就可以了 他直接吼完之后跳上去了就麻烦了 得留一个后手 关键是那个时候地图上是能够看到 戈亚在上路拆打的 GK是很清楚的知道 TY少人的 对 应对上还是略显年轻 两边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互相发育的阶段 但孟兰这里红八副是已经拿到手了 对 就这个互相发育的话 对于孟兰的马可来讲有点舒适过头了 因为戈亚这边的话要比马可更加直发育一点 没错 孟兰说他前期有着很强的对线能力 但现在他没办法去限制马可了 马可强势机会来得更快一些 荆棘也有 buff也有 这局孟兰得带着都有飞才行 乐乐5400 小轩5300 两边互换外塔 TY的双核经济不差 缺少一个打团的机会 蓝的经济比攻本高了小1000 再加上有个刘邦 所以蓬蓬是没办法在边路线拳上面拿到优势的 对 优先清线不敢 GK现在的优势就在于正面有一个 所以一直能拿到红buff的马可波罗 对 但在边带上面是真的没有一点优势 TY选择了一波131 刚才东黄是想一个奔狼冲上去抓刘邦 但刘邦这里秀绝还是比较敏锐的 没有给机会感觉不对 对 再爆 TY这把的这个调度 比之前要做得好啊 感觉 虽然说前面那波失误蛮大的 但是整体上这个 他调整的比较快 对 然后一直在做一个镜像 他现阶段 下的功夫就是说 我先要把小璇这个格亚的经济再给他补高一点 然后他也不着急去让弓门带线 但是弓门一直在偷野 而这个蓝一直在偷野 然后一直是刘邦在处理兵线 所以他久而久之 就为了保证自己家双核心的一个经济嘛 然后最好是要在GK魔女斗篷还没开始做的时候 打一波团 把神蒙蟹也用出来 马可冰霜冲击 要等神蒙蟹下一件装备 看他这个装备是要做日暮之流了 出来了 日暮之流做完 然后十分钟也到了 要刷远古生物了 在这个时候 TY要尝试爆一波团 如果这个时候不爆团的话 那GK就可以拿龙 直接把龙拿下来 那TY就翻不了身了 TY手里两个城 没有那么道理 轻松让龙的 这个时间段 如果在龙坑打团 他们可以接啊 这种打龙坑团不弱的 这个三分球砸得还不错 小圆装太残了 流邦给大家吃了攻本的大招 正面什么东西 反诈一下 蓬蓬先被打掉 又倒两个刷龙前 而且这一波是佛山 DIGGK 先动的手 主动出击 别人有流邦的 这样的话龙直接掉了 沈梦希的强势器发挥出来了 蓝的经济优势也打出来了 刚手啊 十分钟之前的关键节点 如果打赢一波就不一样了 TY抓住了机会 反手 狗哭两个 得住周瑜 直接打刘邦给大招进去 再消一段 消除了一个蒙田的闪现 马可波罗抓了个大招 刘邦的闪现 没完全过去 很尴尬 队友接一下 中一也拔 再进蓝buff野区 野怪吃了 加三个人头 加一个中一塔 还有一条暴君 有点裂开了 看一下这波 哦 不是龙坑 这是刚才蓝的一波绕后 用百兽去相当于做了一个跳板 一直刷着自己的天花不光 找到了清风 这刘邦拖了很久 刚才龙前打完那一波 然后拿完龙 等于是给小璇者哥亚拖了一个时间 让他到后面可以早点成型 我现在比较好奇 TY能不能把这个节奏续上 其实该给的 该拿的优势 该给的资源都给到了 现在就开始气势起来了 很敢拿 直接拿龙 他们前半程 其实打得有点虚 就很多时候还是打得不太自信 刘邦看到宫本的位置了 东黄在草里猫着 想去咬什么心 咬到 跟一缩子弹 刘邦给大招强行 宝回头甩了个大招 但是自己没活下来 这个就有点尴尬了 这波张飞是没想着吼大 对 万机他在大招是一直捏手里面的 但他一直都没选择吼 感觉好像能跑 他可能是想把这个大招留着 跟蓝去打个combo吧 但是沈梦西手里也没个闪 也没个什么的 极限要到了 小轩补出了自己的破晓 这位置看不见 南方视野一片漆黑 清风在扑火炭视野 小心翼翼的 但我想踢完应该是想进这个篮buff的 遭遇了一个攻击 上路 直接扑了 刘邦给大招 配合蓝 再控 加小轩的伤害 又拿到了这个人头 东皇闪现过来 没有找到合适的目标 因为他们身后这两人是没输出的 对 那这个闪浪费了 他们是以为TY的人在红buff野区 非常仔细地往过摸 但TY是算着佛山DHGK的一个 蓝buff刷新时间 这TY现在打的真比之前好了 他们在这次挑战者杯进步蛮大的 这样连续地被TY找到机会的话 GK压力有点大 现在很难打 上来骗咬的 不咬 再炸一下 挨不动 主要现在阿改手里没有闪 这个事情TY是知道的 对 阿改没闪的话就咬不到关键人物 对 他现在只能做一个保护的作用 就等着蓝进场的时候去限制一下蓝 像小叶跟小轩两个人就是 横行无忌 我现在脑子里面有个团战画面 虽然说 现在就是TY是一个差不多 六四开嘛 六四开的一个TT云的 一个胜率预测 但是啊 GK这把如果是要赢的话 我觉得 得靠清风和孟兰 清风和孟兰 清风和孟兰 得有这两个人把AOE伤害给打足 清风这里简单 孟兰难一点吧 因为TY的阵容如果要去打GK 肯定是强行冲的 对 强行冲像什么蓝进去 你东方咬住刘邦给大 张飞给大 就硬着顶上去冲 然后戈亚这边给个大 是蒙希给个大 一波技能的狂轰乱炸 灌进去 但是你在这种情况下 是很容易吃到 先看这拨招费 猴两个啊 配合黑鲨爆弹 直接秒 再跟进去 找到了蓬蓬 蓬蓬再被空一手 也倒 还剩马可跟蒙田两个人 下路还有兵线 好凶啊 这复活时间30秒钟 有可能要来不及了 这一嗓子直接贯穿了两个 配合到GK的大招加蓝 瞬间是一波完美团啊 GK 有点吃不消了 这有点难守 双线 高低应该是要掉一个的 对 一波不一波 不知道高低实在是难守 而且蒙天手里面有大招的 GK现在要做的就是保状态 等队友复活 防止被移波 就不要被打出连续掉点 TY 再推个高低 而且格亚现在装备有点好 其实没人扛得住 现在GK处理不了这个格亚 你如果公本 就算公本绕后了 刘邦有大张飞有大 他也不敢进 我觉得能不能翻盘 就看阿改这下一口 他现在闪现好了有奔狼 说实话有点难 我有种我知道 但我有种预感 我有种第六感 我觉得这一口咬出来了 就咬出来了 那你感觉他咬谁 对 必须是两个后排之一 戈亚或者沈梦希 对 但是我脑海中有个画面 就是如果说阿改 奔狼闪现咬到了戈亚 但你也想奔狼加闪现 才咬到了戈亚 然而TY有什么 有刘邦有张飞 就这两个保护 一个吼一个盾 难是肯定难的 你拿什么去杀 但是总得咬 就自从那天我看完东莞WZ那边那个 绕后世东黄之后 我觉得这个英雄有魔力 那你今天看到这个绕后世张飞了 哦 推一手 卡住位置吃个雷 一吼下去 没吼到 直接把孟兰给吼了 那位置不好 一个保护技能掉了 现在看GK能不能想办法 再逼一个刘邦大招出来 如果再把刘邦大招逼出来的话 那GK就可以选择让东黄出手了 不好逼 我觉得他能逼出刘邦大招的 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叫公本的大招 一个叫东黄的大招 但如果是逼 用公本的大招去逼刘邦大的话 公本可能出不来 成本太高 所以就是得东黄来比 看着机会能不能抓住啊 现在是张飞没有大招 打出去的很好的机会 张飞现在虚大虚的快啊 已经在开始打兵线攒了 这肉眼可见的往上掌 让以前那帮打张飞的选手 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以前玩张飞的同学 哪见过这么快的攒大的方式 攒大的同时还顺带控一波兵线 是的 主要是你明显的能感觉到 通过万机刚才那几个大招 首先是这把张飞大吼得真好 第二点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 自信打出来了 就是那种反向侧面吼得大 其实对心理压力有点大的 吼不好了就是直接空那 也可以看出万机这名选手的一个 进攻欲望是特别强的 是的 就是他的大招宁愿一直捏着 就眼前有个队友需要他的保护 他根本不管 对有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就要把大招留着开 专精装挂的也很到位 不愧是第五届全国大赛的总决赛最佳选手 是的 不容易的总决赛拿FMVP 一个游走位真的不容易的 乐乐这边补到自己的破军 阿改补了个永夜 GK这边 我已经能想象到 粉丝们有多紧张了 毕竟我旁边还站着个家属 因为今天这场比赛 GK如果输掉的话 就悬了 嗯 压力太大 蓝方视野 GK的视角 真的我是觉得这把GK 还有一点运气不错的是 真的TY今天第一局上来手感没有一下子拉得太热 不然前面那几波打完 我觉得GK现在 估计三高都没了 正常来讲 TY前期第二个蓝肯定是要尝试控一下 对 但是TY没有选择去控 今天反而是TY因为上来第一下手不够热 而且在下路一波追击战的过程当中还出现失误了 但是好在他后面通过万机这里张飞一个非常出色的先手 是的 GK真的是要去思考一下 局面怎么就打成这样 炸下去 不能轻易动手 烧了一下烧得很好 但神风系的炸弹非常痛 关键是戈亚现在有气血 他其实血回了上来 气得很快 他不怕被周瑜烧一下 打他就必须得一波致死 不然其实不好追的 这个英雄放风筹能力特别强 对 他现在TY的话想硬上高地还是有点难的 这周瑜清线速度太快了 他们现在是因为看到高地所以才变稳了 反而是到这个地方打得更稳了 拼命地刮张飞的专精 卡中线想往上路摸 大家上路看一下彭彭站的位置 直接被控了一手 张飞跳上去 大招全盖下去 摆受的蒙田大招也给了 再一个吼吼飞之后 选择先拆高地 拆成四血很稳 直接往后退 孟兰转了一下 但是被打断地先没把小雪收掉 咬了之后刘邦反给一个大招 侧面复活甲站起来 往后压一波 马可波罗的找机会输出 那侧面的戈亚再穿伤害 继续输出 攻门舞台大起了三个人 反手开一波 但是戈亚手里有复活甲也被打掉 马可波罗还没死 刘邦一个被动打得出来 站起来一瞬间有没有21 想空一手 已经能爆完之后 闪现更输出 二进的再打一下 强行击杀两个 我的天 下路有兵线 刘邦打成了个刺客 一个人弄切双后排 还剩蓬邦一个人 这刘邦还不想走 他还有个复活甲 沈梦西在后面 这个是不是难了 刘邦跟工本单挑还是算了吧 这个血量不够 而且沈梦西的状态也不好 这波GK还是可以扛一下的 好危险 这波孟兰打得不错 孟兰抓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他们是连续好几波把小萱切掉 而且蓬邦那个大很关键 他应该是一个大大姐三个人 对就这一波 帮助GK拖到了决胜时刻 龙王来了 这套龙感觉要定生死 精彩回放 我们看一下这波团 刚才的波团张飞没大招 然后在撤队过程当中 孟兰主动出击 转了一下 然后戈亚开始用野怪吸血 然后上来补伤害 在这个位置 调了一下角度之后 这波团就是清风 他首先周瑜 这把火扑的限制了小萱 这个戈亚的一个输出环境 让他不得不闪现过强 去另一边输出 对 但是他闪现过强之后 所有人聚在一起 给了蓬勃公本一个很好的 主动出击的机会 小萱主要刚才有点贪输出 死马尔 张飞直接好 蓝肯进来一口 马可波罗大招 肯叫公共五脏 进来就帮给大招 侧面小萱进场 强切后排 应该先找的是清风龙 现在还有两万 这位是戈亚的输出是不是高了 现在下不去 再调位置 侧面滑步过来 200张飞拿到 龙被张飞拿到 坏了 孟兰也被打掉 这个位置你管不了这个戈亚的 蓝群上路带线 A186上山了 蓝直接侧面滑进来 往里走 兵线过来 全力强切随机 恭喜TY 我们前面说的是什么来着 龙王定胜负 人不怕